大家好,我是看看有余的主播,在我开始之前,记得订阅本频道,打开小铃铛。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,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。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日前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, 今年11月,韩国出口额较去年同月增长7.8%至558亿美元,连续两个月实现出口增长。 其中,韩国11月半导体出口额达95.2亿美元,较去年同月增长12.9%。 此前,由于半导体和对中国出口不景气,韩国出口额从2022年10月到2023年9月连续12个月下降, 但在今年10月出口转增后,11月出口复苏似乎更加明显。 按地区划分,9个主要出口市场中除中国下滑0.2%、中东和独立国家联合体以外的6个市场的出口有所增长。 报道称,虽然韩国对中国出口比去年同月下降了0.2%,但已经达到了正转化的门槛。 11月,韩国对中国出口114亿美元,已是连续4个月突破100美元。 作为韩国主要产品,半导体的出口也自2022年8月连续16个月来首次出现增长。 产业通商资源部分析称,虽然半导体出口在2023年第一季度触及低点后呈现复苏趋势, 但随着记忆体半导体固定价格自10月以来上涨,11月半导体出口转为上升趋势。 由于新的智慧型手机产品和人工智慧BI伺服器产品的需求增加,预计半导体出口将持续改善。 在半导体出口中,记忆体半导体出口额达52.4亿美元,较去年同期增长36.4%, 特别是,由于电动汽车等高附加值汽车出口持续活跃,11月汽车出口额达到65.3亿美元,创11月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。 对中国半导体出口方面,2023年第一季度同比下降45%,第二季度下降35%,第三季度下降35%, 但由于中国需求增加,10月份降幅收窄至下滑8%,随后11月上涨6%。 研究人员预测,IT产品将引领出口增长。 随着全球IT市场需求的复苏,韩国明年半导体出口将比今年增长20%以上。 另外,韩国的半导体巨头企业三星电子,日前向高通、联发科等全球应用处理器AP制造商购买了近9兆韩元的晶片。 分析认为,由于效能问题,三星在核心产品中排除了自主开发的AP Exynos,从而增加了成本负担。 据韩国金融监督院12月公布的资料显示,三星从今年年初开始到第三季度为止, 在行动AP解决方案上,共花费了8.9898兆韩元,这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0.4%,约占总销售额134.27兆韩元的6.7%。 考虑到三星在中阶智慧型手机上使用联发科AP,可以推断,大部分支出用于购买高通消融处理器。 三星最新的旗舰机型,包括Galaxy C Fold 5、Flip 5和S23系列,也采用了高通的骁龙8系列晶片。 据悉,三星从高通和联发科购买AP的年支出额,2019年为2.98兆韩元,2020年为5.64兆韩元,2021年为6.21兆韩元, 2022年为9.31兆韩元,呈上升趋势。 由于到今年第三季度,7至9月的购买费用已接近9兆韩元,有分析认为,这种上升趋势将持续下去。 市场认为,三星不在岸地区混合使用Exynos和Snapdragon消融的战略,而是只使用消融处理器,这对智慧型手机业务造成了负面影响。 而且,由于没有自主开发的AP Exynos,也增加了压力。 与使用内部组件相比,依赖外部供应商的组件使生产成本和库存管理更具挑战性。 三星为了尽快扭转在晶片制造方面的劣势局面,据韩国媒体DILEC报道,三星在宣布推出全新的Synet品牌的3D先进封装技术之后,近期已经订购了大量2.5D封装设备,希望大幅提升先进封装能力,以便与台积电竞争辉辉等AI晶片厂商的先进封装订单。 报道称,三星已经从日本新川朱氏会社收购了16套封装设备,目前三星已经收到了7套设备,并且可能会在有需求时坠加更多设备的订单。 三星希望向业界展示其封装和HBM能力,并以此吸引挥达的青睐。 由于当前挥达的供货并不能满足人工智慧市场的庞大需求, 其中台积电CoreOS先进封装的产能不足,适当制约其供应的重要关键因素。 这也使得挥达计划让供应链多元化,三星则是一个可能性非常高的选择。 挥达此前曾表示,目标是到2027年,从AI领域创造高达3000亿美元的营收。 这需要非常强大稳定的供应链来支撑。 因此,挥达下一代定名为Blackwell的GPU可能会将部分HBM3和2.5D封装订单交给三星, 以减少对于台积电等现有厂商供应链的依赖。 一旦三星能够与挥达合作,三星不仅可以让其记忆体和先进封装部门的业绩好转, 也有机会获得了AMD和特斯拉等公司的订单。 但这一切都需要看三星如何面对市场的庞大需求, 特别是在半导体生产,先进封装和记忆体上面的技术是否能满足客户需求而定。 今年以来,人工智慧大火,三星电子于12月中旬推出全球首款人工智慧,AI笔电。 LG电子和惠普也计划推出AI笔电。 业内人士透露,三星电子这次推出的产品, 搭载英特尔新一代Core Ultra处理器的旗舰笔电,Galaxy Book 4系列。 据了解,Core Ultra是首款将神经处理单元NPU集成到片上系统SoC中的英特尔处理器, 无需网络连接即可处理多个AI操作。 三星电子预计将把Samsung Gauss专由AI模型应用于Galaxy Book 4系列设备。 设备上的AI无需将收集到的讯息传输到中央伺服器, 从而提高处理速度并增强安全性。 据报道,LG电子和惠普也在准备搭载Core Ultra的AI笔电, 目前正在考虑发表时间。 值得注意的是,三星这次新品Galaxy Book 4系列与前代相比, 发表时间提前约一个半月, 这被视为确保第一台AI笔电象征性地位的战略举措。 那么,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 感谢你的观看,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。 侃侃而谈,库论有余。 最后,请一点赞,订阅。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。 谢谢。